明朝的时候,杭州有个卖水果的人很会储藏橘子,他保存的橘子经过一冬一下都不会腐烂。 橘子皮又红又滋润,饱含着充足的水分,看上去就像猪玉一般,非常漂亮。 橘子的价格虽然很高,可买的人却不少。 有一天,一个游人买了他的一个橘子,包开橘子皮正想要吃的时候,却闻到那橘子臭气冲天,再看里面的嚷子已经干得像破棉絮一样了。 买橘子的人则问,你为什么要弄虚作假来欺骗顾客呢?这样做生意实在太不老实了。 卖橘子的人笑了笑说,我做这个生意已经有很多年了,而且就靠这个过日子,我愿意卖,人家愿意买,彼此都没有意见。 唯有你这位先生这样不满意,你可知道欺骗人的事情多着呢。 你不想想,当今那些耀武扬威的武官,有几个具有像孙武武企那样的谋略。 那些整天骑着高头大马的文官们,难道就是治国的人才了吗? 其实他们也没有多大本领,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,喝的是穷江美酒,表面上是一副正经的样子,然而哪一个不是像我这橘子一样,金玉其外,败蓄其中呢? 买橘子的人听了这番话,沉默了很久,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。 一个人如果只有外表而没有内涵,就像这故事里卖的橘子一样,外表再怎么漂亮也无法掩盖住内在的贫乏。 后来人们引用金玉其外这个成语来比喻外表很华丽好看,可是里面却是一团糟。